本地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年面对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 那么其中那些遭受网络欺凌对身材有忧虑 或每天花超过三个小时浏览社交媒体的人更可能出现这些症状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由心理卫生学院领导的研究团队 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6月间 对2600名年龄介于15岁到35岁的本地青年进行面谈和调查 结果显示焦虑是本地年轻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约四分之一的青年感到焦虑 包括经常感觉担忧 紧张和不安 约15%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 常见的情况是悲伤 空虚和对事物缺乏兴趣 此外约13%的青年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研究指出 约27%的年轻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 也就是每天花超过三小时上社媒 这些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 约20%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体型及形象感到中度到高度担忧 他们出现抑郁和焦虑等可能性比一般人高近四倍 21%的年轻人曾遭受网络霸凌 比如骚扰 在网上的粗暴留言等 他们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比没有相同经历的人高出一倍 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精神上的话题或者课题是什么 然后也比较方便我们策划一些比较focus的intervention 在面对严重心理健康症状的青年群体中 三分之二已寻求援助 卫生部 教育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联合文告指出 家人和朋友是青少年的主要精神支柱 学校和高等院校将协助识别有需求的学生并进行干预 社区也建立了支持网络 比如青年邻里咨询小组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卓越中心等 截至三月底 中心已服务超过7600名青少年 青年邻里咨询小组则有八个 并已接触了98000名青年和家长 至于去年10月推出的全国心理健康策略 多项措施已经落实 其余方案将在接下来几年分阶段推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